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陕西 中原这一带所谓华夏 那么这两个人群如果靠战争征服 是不能够打出一个统一性的 所以周人顺势而为 就是利用了当时人们普遍都相信 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亲 这个观念到今天还有 就利用这种关系建血缘关系 所以婚姻就起了这样一个建构血缘关系 打通这种族群观念壁垒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就是它的价值 所以周代这个婚姻很严肃 但是到了春秋时期 我们看到 将来我们会讲诗经里边 这种贵族尤其是 不守礼法的现象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魏宣公 给儿子娶媳妇 发现儿媳妇长得特别漂亮 于是他就中间 就插一杠子 挟刺了杀出一镖军马 怎么办 把儿媳妇夺了 夺了以后 就在黄河岸边 齐国和鲁国交界 新娘子的家和他这个魏宣公 临着齐国 那姑奶奶来自宣江 来自齐国 所以在中间建了个新台 她就跟儿媳妇过起来了 这个就违背了礼法 不顾人伦了吧 按照今天 今天我们也觉得牙尘 为什么 年纪差异忒大 你都生儿子了 你还抱孙子的人了 你这个 你不负责任 所以这个 像这种现象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文化观念应该改变 在招待 用婚姻缔造这种族群之间的联合 他则是他有责任 到了春秋时期 几百年过去了 这种沟通族群的责任 婚姻这个责任实际上没有了 他的功能不用了 不用了就应该 礼法上就应该提上新的观念 但是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贵族已经为父日久 他们尊贵日久 另外外在的原因 就是这种矛盾 你像当年 一个州贵族出去以后 跟一族通婚 他联合这种强大的族群 两个族群还没有融合之间 这对他是一个外在的限制 现在族群融合 开始融合了 不用婚姻再负这种责任了 这个时候 他也容易就松弛下来 另外富贵久了 不知道身上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话 也容易导致 反正就是 就不再理性了 开始跟着感觉走了 所以贵族败坏了 这是所谓败坏 败坏这个词 不是我们今天给他的称呼 我们今天研究这个败坏现象 我们应该有一种 我们有一种更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现象去研究 不是说我们恨这种现象 不是这个 实际上这是 我们总觉得在招待婚姻 提倡了一种什么 提倡了一个 联合族群这个作用 它是一时历史限制 历史条件 它是有价值的 但是你总强调 根据那个情况 确定下来的这些老理儿 难免对人形成一种束缚 所以这个时候 就有积极地去冲破它 也有消极地去败坏它 我们的老贵族 实际上是消极地败坏它 周贵族 这个现象 实际上当一条社会准则 不合适的时候 有几种对它的超越方式 好多时候就是枸杞跳墙 就是超越它 做贼似的 把自己放在不利的地位上 还有一种就是提出来 讨论废除它 就是导致进步 我们看到的那个败道现象 往往就是 是一种 是一种什么 做贼似的 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这个所以 诗经我们将来会讲 这方面内容会跟大家谈 刘老师您好 就是我看讲义上 有一篇其他的婚嫁诗篇里 有一篇那个《雀巢》里边有 《为雀有巢》 《为雀居之》 我看就是现在 我在网上查到说 对这首诗就是有几个理解吧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雀指的是那个新郎 雀指的是新娘 然后这个理解呢又分为两种 就是说第一个可能是 诗人对男子一种同情 就是新郎构建了房屋 然后买了房子 然后新娘进去住嘛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 新娘的家人在对这个唱赞歌 对是一首心绪的李赞诗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这是一首弃福诗 说后期把前妻的那个位置给占了 是前后期的一种斗争 另外一种说法甚至说 这个雀和九他并无所指 就是两种鸟 可能是诗人可能看到 在路上看到有个婚礼 他临时有感而发 写了这首诗 就是您对这个诗怎么看的 好 你的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去多看了诗 因为雀巢我们说 在诗经里边有好多这个 你说诗经里边 就是说我们是针对有些学者 有些学者说 婚礼不贺 婚姻之家不举月 说这是针对这个 实际上我们就举了另外的诗 这种东西没别的用 就是婚礼上的歌唱 这里边就涉及到这个雀巢里边 就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 提到了一种现象 就是为雀有巢为就居之 这个古代解释 就是指这个女儿嫁得好 却搭了窝 揪来住 你刚才有一种说法 说什么 是什么男孩建了房子 让女孩来住 实际上我们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买房为什么 为了自己住 这是结了婚的认定 还有一种人 世俗观念 你不买房谁跟你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有的时候我们买房的目的 在不少的人这个 包括在座的未婚的这些男女 买房子就是为了 让女孩来住 所以这个解释 我们就不去管他了 还有一种就是你说的那个 说这是弃腹式 这是一种斗争 所以说雀搭了巢 然后纠战了 这有点像什么 像后妻夺了前妻的拳 给挤出去了 这是长江后浪排前浪了 但是这儿注意 他跟下面不合 因为只子欲归百两亚之 只子欲归百两亚之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只子归只子出嫁 我们用百辆车去迎接他 跟前边这个 所以读诗要注意上下文 这儿就是一种比喻 我们跟大家说过 比喻他各有所取 说那个人长得一个柳叶眉 注意他取的是柳叶眉那个形状 长条形 而不是取的一个颜色 如果取说一个人长着绿眉毛 那就是吃有点像豆尔敦了 这儿实际上取的是什么 取的女孩嫁得好 去了就有窝 一到今天我们世俗的观念 不是这样吗 我们女孩择戏 不得看看家庭条件吗 所以讲 这是从一种世俗的观念 祝福这个婚姻不错 嫁得好 所以这是 这是我们说比性手法的 他打比喻 他各有所取 所以我们不取这种 说这是后期排斥前期 也就是说 剩下一种观点 是我们同意的 这是一种赞美 赞美婚姻幸福 另外这里边还有一种观察 文学观察 雀 今天在北方到处是雀 今天下雨没有 听到就是那扎扎扎 不断叫唤 穿着个白砍尖 这种鸟 到公园里到处是它 从来不会走 叫流鸟 它是 这个鸟会搭窝 你现在看到树上 窝全是他们 洗雀窝 全是他们干的 这古人观察到 有一种鸟笨手笨脚 不会搭鸟 不会搭窝 怎么办呢 就跑到搭好了雀窝 就是去拉粪 结果这雀一看 被污染了再搭一个 这是这种现象 这是古人观察到的 这是古人离自然亲近 他们观察 我们现在经常出去去玩 但是我们很少去仔细地观察 某种自然现象 古人离自然近 是心近 不是距离近 不是空间距离近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就答这么多 好 李老师你好 你好 刚才您谈到那个 关居的时候说到这个 古人用这个文字的音乐性 然后我这有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咱们读到诗经 咱们用的是现代的汉语 但当时诗经写作的时候 应该是上古汉语 读音应该是很不相同 所以我想知道怎么通过 就是现代汉语的读音 然后来去体会它的这个音乐性 好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难题 古音发生变化了 你比如说那个乐 我们今天和前边 像左右帽之 那个帽明显读音不同了 而且他们两个 今天读乐和这个帽 也不在于一个声部 所以这里边呢 这就是古音发生变化了 过去是押韵的 现在不押韵了 那就是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没办法 有些字古音保存下来了 你比如说白两亚之 刚才我们举到的 唯阙有朝 唯就居之 知子于归 白两亚之 这个亚是古代有这么个标音 就保存下来了 语音呢 语音这种现象我们注意啊 有一个语言学有一个原理 叫从俗原理 就是大家怎么读 你就怎么读 你还不能完全讲道理 你要根据逻辑推的话 那就坏了 这个 有些音保存了古音形式 我们就照着读 因为大家都这么读 有些音说我非要找出一个古音形式来用反切的方式 注意 那就坏了 我们今天没有条件 真正你出来说先秦时期读的那个音 到底是个什么音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都是辗转着 辗转着去看 大致是 比如说我们可以判断它在不在一个音部 压的是哪个音 我们只能判断出这个来 至于读什么 我去拟一个音去读 注意 都太危险了 因为生活本身 两千年前读音到底是什么 拟出来的音都是猜测 我们研究语音 语言学 我们只是一种学理 像知子于归 这个归 像桃之夭夭 浊浊其花 知子于归 与其是家 家跟花 是一个韵部 古代是一个韵部 我们只能说到这 说古代读花呀 还是读呼啊 读斧啊 家读孤 注意 这个拟音 只是一种推测 人家这么去读的话 就非常麻烦 因为不同的学者 有不同的拟音 家读孤 这个音呢 大家认识还一致 很多音认识就不一致了 所以这是从俗 不用太 就是太过分 甚至有些人 比如说 把他弄错了 悠悠露鸣 实也支平 我有嘉宾 古色吹声 城隍是江 什么 人之好我 就完了呗 我们看有些人读称 人之好我 这个就故意 有点故意做作 好是个动词 好是个形容词 所以这些东西啊 古音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是古汉语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古汉语 我们因为解释诗经 我们不会解释那么细 一个字一个字 把它的古音再研究清楚了 那就没完没了了 但是你提这个问题很有用 因为好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 基本上 就是从俗原理 大家怎么读 你就怎么读 根据习惯走 好 我们这节课就上这么多吧 谢谢